北京骑行去巴黎 和00后车友搭伴骑行在冬天山 他推车推到已经怀疑人生了 4,5公里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推不动了 我骑着正在头上了 走 骑 咋的有水 哪来的 要的 那家大车司机要的 是啊 没有可以 煮杯热水嘛 2点多了当吃午饭嘛 我有用可以啊 我吃饭我就喝这个水 这杯子一起用嘛 可以啊 那到前面去 那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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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纪轻轻 怎么这么快就交枪投降了呢 没办法 就在这停嘛 来 干杯 干杯 来 进远方 进你跟他干死的爱情 来 老婆干一个 到我都没有杀果了 烫 烫死我了 这狗脸好烫啊 我只能想一下我心里那个亲爱的 你也可以跟他喝一个 来来来干杯 对 就像我以前在路上经常遇到很多狗狗现实人 他心里永远有一个地方 对 对啊 我也是 因为他至少曾经经历过 对啊 很多时候他会看到这个 那个路上的人啊 或者说他曾经追逐过远方的那个状态啊 他愿意为之而交流 就像那个受活牛的大哥一样 是的啊 但没经历过的他永远都不知道 他没经历过他心里面就没有一点光明的地方 所以那时候我就给自己心里面留一方干净的地方 干净纯净的地方 当我以后进入社会 再次回回现实生活 然后面对那些黑暗的时候 我总有一片能够 总有一片净土 有一片净土 能够迷失自我吧 嗯 因为在这种压抑的环境里面 时间待久了真的很令人绝望 抑郁的 抑郁的情绪会逐渐漫延上来 我们喝着茶 闲聊了一下 然后会聊一些出发前的一些工作状态 什么以前的同事啊 还有领导啊 会各种潜移默化啊 后来在路上经历 一定要是要知道自己出来的目的 对我们俩的状态 就是出发的状态有点像 对就是我们不是不愿意接受现实 现实是 但是在接受现实之前 我们要为自己的人生道路去走一遭 就是给自己人生心里面腾一块净土 干净的地方 嗯 用来放自己值得的东西 值得的人 因为在那种环境里面 天天都是在勾心对角 身边 你想学好 但是身边没有一个好人的那种情况下 你会慢慢的被他们拖入黑暗 然后自己也会变成一个恶魔 自己会变得不认识自己 因为你并不想这样 但是一旦开头了 你就没办法再回头了 真的 这可能有点说的那个 但是可以形容为泥潭 对 一旦进去了 又很难再出来了 嗯 温水泥潭嘛 对啊 但如果曾经经历过 至少会让自己意识到这一点 对 不会现在其中而无法治吧 其实怎么说呢 现在的我就是未来的我的一座灯塔 在我可能困难和迷茫的时候 迷失方向的时候 现在的我会照亮以前的我 现在我的笑容其实是在救赎以后的我 对吧 我也会知道以后会遇到什么困难 因为回归现实生活都很困难 都很困难 就是说你们喜欢我的笑容 为什么喜欢我的笑容 就是这是一份救赎 真的是一份救赎 因为在路上很单调 或者很单一 或者说 就是没有太多的 很纯粹 不过有太多的其他的因素 来掺扎你的感情 是 今天我开心就开心 今天我难过就难过 还不是在一个场合里面 你很难受 但你要装得很开心 再到一点 是吧 在一个场合里面 你需要去迎合别人 然后你做不了自己 摸不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然后你的迎合也不一定能讨好 讨好得了别人 你会处于很难受的状态 在戴上面具之前 我想先看一下自己最真实的样子 然后我再戴上面具 我怕有一天面具再下来以后 再不下来了 回复到最初的样子 放肆的笑 放肆的怒吼 放肆的 我打操 是的 挺不动的 我去 好不愧啊 我这人 对啊 但是这就是最真实的一个 真心情的一个状态 还有这样一份精力 可以让你很平淡的 愿意交友 因为在很开阔的地方 还有这个不是社会现实的环境里 大家没有利益 在那个社会现实环境当中 命令之间 你会不知不觉的设环境影响去打量一个人对你的价值 就是说这个人 他能给你提供什么价值 就是金钱 利益 然后你的出发点就是这个 所以说你很 你跟这个人 就没办法就交成一个真正的朋友 你因为 就是利益捆绑 然后你也跳涛不出来 除非利益冲突发生冲突了 不然的话你也没办法把他得对死 哪怕你看他很不爽 啊 就好像我要的是钱 老板的是要的是面子 其实你看老板很便宜 那你没办法 为了钱你必须干的人还得人 就是说有的时候大家在九州上说的那些公围的话都可以理解 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你并不想说这些话 但是心里面还想很想骂他 是吧 就有的时候其实好像仰称那个潜移默化的模式和习惯之后 其实哪怕你遇到一个真正的人或者说对 你也会害怕 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怎么样 对 就完全自然不起来 如果你自己没有一点善良的心 哪怕你遇到善良的人 你也会怀疑他 怀疑他接近你的目的 你没有办法收获那一份纯粹 你根本上 你和他已经无法沟通了 就好像路上 别人对你的帮助 那是一份纯粹的就是对你的帮助 没有另一意的参格 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 有什么心事可以交流一下 而如果你在做当中 在现实生活环境当中 他帮你讲的是人情是故 这一次的恩情你下次要偿还 而且 很多时候 这就是一种利益的捆绑吧 没有没有说什么纯粹 但是当你再次遇到一份纯粹的时候 你也很难感觉得到 因为你总觉得身边 那些人总是对你好 出于目的性的对你好 这种目的就是一种人情 是 没办法逃避 比如说 一块饼 能分成两个人一起吃 从小吃到大的 那种感情很少 大家都很享有 自己嘛 谁不享有 但是很多人到最后 就还到自己一个人了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以前玩的很好的人 就怎么就突然就不联系了 是吧 是因为你在那种环境里面 到处在计算的利益 当你回过头的时候 明明他 他可能没有变 变的是你自己 但是你自己没有感觉到 因为你从他身上开始搜刮利益 但是你 你觉得很 自然去欺骗他吧 很多时候 我们要把这种平常的心态 去做一些 哪怕一种很小的事情 物以恶小而为之 物以善小而不为 那一份是一种善良 也是一份感动 来 来 不错啊 是啊 就包括你去 不是缩架 我们在探讨 对我们在交流 这个数字 不要求自己上线有多高 我们不是伟人 但是你要过马路 不闯红灯什么之类的 你要该排队你要排队啊 是吧 别人可以恶心 但你不可以恶心一点 是吧 你要想着你自己 你和他人不一样 不然看说 哎呀他们都偷偷都是垃圾 我也和他们很一样 所以大牛是吧 很多人他就那个垃圾性格 他不洗头 你也不能学着他不洗头 哈哈哈哈 就今天找到 条件很简单的情况下 他要打点河水洗个头 垃圾是很多的 我们要想办法 从这些垃圾当中挣脱出来 使自己不能成为那种垃圾 不要去学那些不好的习惯 多看看好的习惯 三行必忧我思念 走其善走而从之 其不善走而改之 念无恶者是无师 念无好者是无贼 不是财子莫现世了 新年来啊 对啊 就是文言文 哈哈哈哈 一个人总是说你的各种缺点 他其实是为了你好 天天跟你后面溜徐拍马的人 他不一定是个好人 哈哈哈哈 不要给大伙说一下 你不用以为他是语言文学的 哈哈哈哈 我一个初中毕业 哈哈哈哈 对 女朋友 今年考验 学的是汉语言 他对这些了解特别多 骂我的时候一个字 人家都有多少个解释 我都不懂 哈哈哈哈 结果现在出口成招了 哈哈哈哈 太厉害 哈哈哈哈 我们各自赶路 顶峰相见 同志们加油 好嘞嘞嘞 看不下去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年轻人 狂得很 哈哈哈哈 焦踏实地啊 大哥 哈哈哈哈 还有10公里要推的 他说山里上建 怎么可能 哈哈哈哈 按他自己的话说 就是要保留希望 这点还是很佩服他 呃 我接着喝 慢慢油油的 嗯 烫 慢慢喝 既然已经 短期内走一块的话 就 从干苦 共荒难 嗯 就这一段 不然我 批天批天 一流烟直接就走了 是吧 所以 让他现在 前面热喝热喝 我在后面 慢慢追 等到了巴里坤 那一段 那我就评录了 评录的话 按正常速度 一直到 嗯 烏鲁木齐 嗯 嗯 想要 你 走 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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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